欢迎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头条选择的是中国面临最新的问题 不是本土疫情 而是电荒 就是缺电 一直为了控管能源 为了控制能源的消耗总量和强度 所以中国是一个用电限制相对严峻的国家 偏偏最近煤价狂飙 那么导致限电变成了缺电的风暴 重灾趋势东北三省 最近晚上几乎都是摸黑生活 居然会开始囤积起蜡烛 而蜡烛订单多了几十倍 偏偏的做蜡烛的生产线集中在浙江 那边也缺电 所以连蜡烛都很不容易买到 而广州和深圳也规范景观用电 明天是十一 中国的国庆灯光秀今年宣布喊咖 上海外滩的国庆灯光秀将不会再出现 一整排大楼亮起绚烂灯光这样的城市灯光秀 几乎已经是大陆庆祝重大节日时必备排场 但今年大陆十一国庆将至 缺电问题持续扩大 还有哪个城市敢办灯光秀 外滩预言都没有主题光影秀 相关的一些活动 即便上海不是这波限电主要受灾城市 但也宣布今年没有外滩国庆灯光秀 更别提缺电严重的广东 深圳和广州都紧急取消国庆灯光秀 实在顾不了什么节日气氛 广州甚至要求一般景观照明 星期一到四和星期日都不许亮灯 深圳则是将行道数照明全观 桥梁只有星期五六亮灯 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用户 全面配合节约用电 像是广州的珠宝店 原本展示柜都会打灯 现在只留店里的一排灯 室内也不开冷气 太热了 员工就跑到门外纳凉 还有这家冷冻食品公司 为了确保最重要的冰柜能持续运作 其他电器都不敢开 缺电让商家够头痛了 10月1号起广东还决定要将尖锋 时段电价调涨25% 而同样也是限电重灾区的东北三省 最近到了夜晚 民众几乎都是摸黑生活 没电可用 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 点蜡烛 东北三省的居民戏称 近期不时就来个主观晚餐 无预警的停电 导致不少人囤积蜡烛 由蜡烛生产商表示 过去一个星期 订单多了几十倍 工厂现在已经全部开起来 都东北啊 比较是几点 蜡烛订单突然增加 但惨的是不少蜡烛工厂 位于也限电的浙江 只能有限度的生产 我有一个这个 它是海产超市 它说现在就是找七八商去买 都买不到 东北三省的工业 生产严重受挫 像是这间生产汽车座椅的工厂 上星期突然收到通知 这星期要停四天电 只能靠发电机撑着 由于大陆这波限电 除了是当局强推 能耗双控政策外 还有煤价飙涨因素 29号产煤大选山西 和包括河北山东等 14个省区市签订煤炭中长期合约 要平易煤价保工 但进入10月 是否就能解决用电荒 还很难说 TP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周1年 好